嗨 各位又到了這禮拜的QA時間啦 那這禮拜我選的問題呢 一樣放在這邊 就是很多人在問我說 他在跑步當中訓練之下 遇到了小腿痛、大腿痛 甚至是跑完當中 都會感覺小腿的不適感 那到底是哪裡受傷呢 其實問得很好 但是你問我就有點問錯了 因為我是教練 我不是物理治療師或是醫生 那這種痛呢 通常有可能是你們的跑步姿勢有點錯誤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 可以點上門資訊欄 去看一下我之前講的那個關於跑姿的介紹 如果你的跑姿已經很正確 很接近我講的那樣的狀況 還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有可能是你現在有點過度訓練 所以我建議你去看一下 我之前有一支介紹 物理治療診所、復診所的差別 可以去參考一下差別在哪 還有你比較適合去哪一種地方看診 那真的去給醫生評估一下 你現在是真的運動傷害了 還是只是姿勢的問題 造成你現在的傷痛 然後再來 最近呢 有很多人在問我說 其實我的影片當中 到底講的是針對短跑還是長跑訓練 其實我個人是一個長跑訓練選手 所以我講的分享的內容 大部分都是以長跑訓練為主 所以內容有些東西跟短跑可能一起適用 但是大部分我是以長跑為主 所以如果你是短距離的跑者 你是速度型爆發型的一兩百公尺的跑者的話 這種訓練不一定適合你 所以還是要找最適合自己的訓練喔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簡單分享 我從QA裡面抓出來的兩個問題啦 那如果你對於其他 我影片裝中沒講到 或是你更想知道的東西 歡迎你在影片下面留言 我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當中 會挑一到兩個問題 來分享給大家喔 好那我們就禮拜四運動這句話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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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